佛教的平等观 包括真如 佛性 夜报等 我们都知道佛所悟的平等原理 为了是从因 从果 从各方面的看法 都是有真如 佛性 夜报究竟的四种 前两种真如与佛性 是告诉我们人生 人权本来平等 人类因没有阶级的观念 对了 咱们很喜欢 可以说 把大类分成两分 那就是贴的部分 跟用的部分 贴就是我们人类的佛性 都平等 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佛性 佛性本来祈祷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灵力 两支 两人 一切都祈祷 不过 最主要就是要经历了解佛性 我们要经历了解佛性 对我们要改变 人家说 相由心生 我们如果在外面遇到的问题 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心 去心界 外面的环境就在我们的界 这一次道进法司开示说 业力与究竟是为了告诉我们理性的平等 也是要靠人世上努力 究竟平等是说佛果位的平等 前面讲的佛平等 是个人在因地上距离讲 如果只是距离的佛性 没有四修行的功行 众生是众生 诸佛是诸佛 不能勉强凑合来平等 必须经过一番修行的功夫 了生死的解脱 到达佛的果位 才是真正的究竟平等 十方新闻 王天伦 陈一上 高雄采访报导